中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3月15日 就萨尔瓦多当选总统布克尔 有关涉华言论发表声明称 中国从不作为压恐和别国的事情 中方在推进中萨关系时 始终充分尊重萨方议员 也同萨各界和有关各方深入沟通 据媒体此前报道 布克尔3月13日 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演讲时声称 自己还未决定是否与中国维持外交关系 还宣称中国不尊重萨尔瓦多干涉他国民主 萨尔瓦多去年8月和台湾断交 并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据路透社15日报道 布克尔13日称 中国不尊重规则 他们开发不可行的讲目 让其他国家背负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 并将其用作金融档杆 布克尔指责中国还干预其他国家的民主 他称还没有决定是否与中国维持外交关系 同时萨尔瓦多最高法院13日判决 暂缓取消该国和台湾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15日在声明中称 中萨合作不是债务的陷阱 而是惠名的献柄 不是地缘政治工具 而是共同发展机遇 相信随着对中国和中萨关系了解的不断深入 布克尔当选总统 有勇气和智慧做出不合国际大意 顺赢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 中方各相关领域愿随时应邀组团 布萨探讨具体合作 另据美国之音15日报道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14日在推特上发布 他与布克尔会面的照片 商称美国和萨尔瓦多重新确认了 两国坚定的盟友关系 正热切地寻找新机遇当家外商投资 反击中国的掠夺行为 针对美国的言行 中国驻萨尔瓦多使馆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 一个主权国家选择同谁发展外交关系 是其主权权利 应当受到尊重 别国无权说三道字 指手画脚 我们提醒美方 不要忘了自己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几十年前就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事实 14日 台外交部发言人李逊章 在回应相关媒体提问时称 已注意到布克尔的相关言论 但对于台萨是否复交 他只表示将持续关注发展 这个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为何突然说海美决定是否维持外交关系 两个原因 一 美国在拉美地区施加影响力 使得一些亲美力量开始讨好美国 而美国则在试图阻止一些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 断交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萨尔瓦多新总统在华盛顿这么说 显然是在讨好美国 二 萨尔瓦多新总统试图敲中国一笔竹钢 中国与萨尔瓦多是2018年8月才建立外交关系 政治关系上还是不稳定的 那么 这位新总统很显然是想借中萨钢建交 想敲中国一笔 当然如果台湾能给的更多 那么萨尔瓦多真空的就可能叛变 不过对于萨尔瓦多来说 如果真的做出那种选择 未来再想和中国建交就麻烦了 那个损失将是长期的和惨重的 这是萨尔瓦多可要想好了